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美国走在高峰的这几天 它的数字是怎样的 我们看到在3月28号那天 美国的新增病例就上了2万 28号2万 29号2万 30号2万 31号 也就是昨天是2万3千 好 我接下来给大家讲 昨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呢 下午5点多吧 是美国白宫新闻发布会 然后会上呢 展出了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 全美这次冠状病毒感染后 可能会死亡的一个曲线图 就是一个预测图 我要对这个图呢 进行详细的抛弃 但是我用的办法很简单 我现在就把这个整个图展现在屏幕上 然后呢 详细的跟大家讲 通过这个图呢 怎样算出来 全美最后一共死多少人 我用的办法很简单 我叫做一分钟计算法 原因是 我可以把这个图套在program上 然后program马上告诉我 这个数字是多少 但这个准确也没有多少用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预测图 在我跟大家演示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觉得荧光 比较谎言 大家别介意 大致能听我讲完这个道理就行 因为我讲的道理也比较简单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昨天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这张图 昨天是3月31号 大家不要忘了 这张图呢是 每天死亡人数的累积图 那么我们看到的实现呢 是已经发生的 看到的虚线呢是预期的 先说一个啊 就是今天是4月1号 这是4月1号 所以呢 我们的今天的奖呢 是比这个图呢 是迟了两天 所以这个图呢 真正的数据呢 是在30号 就是31号报告的时候 它拿到30号的数据 它讲的 那么我们今天是4月1号呢 我们已经添了两个数据 一个是30号 一个是31号 31号就这个小序点 OK 那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这个图 的看法 就是我认为这个图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这个图的准确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它在这个中国图 韩国图和意大利图之后 所以已经有两个图的三个图的股价 给它垫底 所以在这个 昨天白宫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那个Dr.Burks 他专门讲了 我们是参考了意大利的图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看这个图啊 这是每天每天死亡的人数 然后大约在4月的中旬达到高峰 高峰的时候每天要死2400人左右 那么它的图呢 从这个点开始 这个点是3月和4月之间 也就是我们说的大概4月10号左右 那么从这个点上来看呢 整个这个下来呢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到7月1号吧 那么我们已经跟大家反复谈了 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 每天增加的新定例的人数的图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两个最重要的曲线 两段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快速增长 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那一个地方 第二个呢 到了高速的时候呢 在到了到了最高点的 在最高点呢 停留的那个部分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 中国的在最高点的这个飞机 我说飞机吧 中国最高点的飞机呢 是我讲的新增并率 是7天 那么韩国呢是7天 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已经过去的意大利呢是10天 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呢应该在7天和10天之间 那么最重要的是起飞的那一点 就是从跑道上跑跑跑突然起飞那一点 那么我反复看了这个美国的累积病例的这个曲线 确定是3月10号 所以这个图呢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图是死亡病例 每天死亡病例跟那个每天新增病例的意义差不太多 当然不是一个事情 那么也确定了这个点呢 他计算每天死亡病例的点呢 也是在3月10号左右 所以这个图呢证明了我们分析的图呢 定为3月10号呢是很准确的 那么起飞了以后就看他什么时候头朝下 那么头朝下的时间呢 大约在30天左右 按照这个意大利的图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起飞最重要 要30天内定了 一上来就是30天 30天以后就头朝下 那么30天已经定了 但是什么时候起飞最重要 所以差一天两天大家不要笑话 不要大家原谅我 但是从这个图呢 从这个死亡这个图呢 死亡人数这个图呢 来看呢 显然是3月10号 我们定为那个新病人 每天新病人 他的这个人数的增加这个起飞的点呢 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所以大家就放心了 我们说的那个点很准确 所以如果3月10号要到4月9号中间30天呢 我先说我的事 3月10号到4月9号30天呢 然后就开始这个新增病例呢 就开始往下降 为什么说这个图我认为比较相信呢 就是因为如果说这30天是最重要的30天 朝下走那就不重要了 我不说治疗方面不紧张 我不一再讲 就流行病学说我们松一口气了 那30天呢 最重要的30天呢 现在呢是已经过去了三月二 三月10号到三月第二十天 然后到了4月9号 这个飞机要朝下了 过去三个月二 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在刚才三个国家的线 作为骨干线的基础上 然后做出一个预测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虚线 整个这个虚线都是预测啊 做出一个预测来看呢 就是相当相当准的 相当相当准 所以大家放心 大家就放心 这个事大概有把握了 好我们先看 死多少人的事情 这个每天每天每天的死人的人数 你把这个整个面积加起来 就是总共死的人 到现在高科技很简单 你把这个图放在一个program上面 program马上告诉你 这个曲线它cover下面的整个面积是多少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用一个最笨的办法 我叫做一分钟计算法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 主要让大家记住这个数字 让大家enjoy这个计算的过程 当然这是计算死亡人数 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 这个数是多少 也就是说总统他们的team 拿出来这个他们认为可信的一个预测曲线 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 而那天昨天他没有说出来 那今天我帮大家 我帮他们给大家说出来 因为他们想藏起来 给大家变一个戏法 我说出来 好 我们现在来计算 首先我们认定这个图 这个死亡的实图和死亡的虚图的整个这个曲线 是非常非常可靠合理的 非常接近真实的情况 虽然是预测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就是这个图以下 cover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之和 就是死亡人数总和 这大家明白了 好 我现在跟大家讲 一分钟计算出来 美国到底要死多少人 大家记住啊 我的办法 一分钟计算出来 美国到底要死多少人 也就是说 一分钟计算出来 这个cover的面积有多大 然后根据这个实现的比例 来算出它的数字 好 我们现在开始算了啊 大家注意啊 大家注意 一分钟就把它算出来啊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想用那么准确的方法 原因是很简单 就是最后发生的事情 总是和预测的事情有点出路 所以你不用那么那么精确 所以大家大致知道就行 就是我今天报纸数字 也跟实际发生数字 也会有差别 但只是差别不大而已 所以大家不用计算那么仔细 所以OK 我现在教大家 一分钟计算出来 美国这次疫情 到底死多少人 好 我们大家看 这个面积 我们大家看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呢 是由先事先画好的 长巨型组成的 所以我们数出 这个有多少个长巨型 我们就知道总面积了 好 我们看看总面积啊 这是一个长巨型 一 这是一个长巨型 二 这个缺一点 咱们说啊 好 这是一个长巨型 三 这是长巨四 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 说成是四个长巨型的话 那么显然这个地方缺一块 好 我们把这一块 补到这一块来 差不多 OK 这个地方缺一块 我们把这块补到这块来 差不多 好 我们说四了啊 我叫一分钟吧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长巨型 这是一个长巨型 那么这个长巨型呢 还缺一块 好 我们把这一块补到这块来 差不多就一了啊 好 我们现在五了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地方 我们要解决的 最后解决你看这个吧 这个地方有点像四 这个地方有点像六 好 我们这是零点四好不好 零点四啊 我们现在有五了 五点四了啊 然后现在要解决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我大致看了一下 七分之一 零点一五 所以零点一五加零点四就是零点五五 所以整个这个面积加在一起 是这个长巨型乘 五点五五 一分钟吧 一分钟吧 好 总的知道了 总的面积五点五知道了 好 我们现在看实际死了多少人 实际死了多少人是 从这个我刚才说了 这个是四月一号 实际死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的实际死的人 是从这个点开始啊 我们把这个点画一条线下来 好 我们现在来求这个面积 那么这个点是 这个点是多少呢 这个点呢是3737 就是昨天死了3737人 3733人 大家注意啊 这是四月一号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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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画 好 我们来看这个面积 好 我们来看这个整个这个方块 整个方块如果我们把它放成一半的话 那么这个面积有点像四分之一 OK 这是一半啊 这是这个这个长 这个这个长 呃 长矩形的一半 然后这个面积像四分之一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看呢 它比四分之一大一点 好 四分之一是 0.25 我们说大一点 我们随便说 不要说那么准 因为最后的数字 总是和预期的有点不一样 我们就说它是 0.26好了 好 现在 我们用 5.55 来出 0.26 得出来是 21.3 然后再乘 3737 得出来是 79000 就是8万 好 我现在用一分钟的 我们现在用 一分钟的计算法 报告大家 美国 准备在这次 新冠状病毒的抗疫中 死 大约 8万人 好 我刚才给大家讲完 这个图的计算方法了 那么我现在 也借机告诉大家 我其实在 戳穿 昨天 白宫 他们 那一个 team 他们的西洋警 什么意思 就是 他们先告诉大家 一个很恐惧的事情 然后他们自己知道 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呢 大家就会感谢他 就跟那个天气预报员一样 本来是说 知道 他们知道要下 三寸的雨 就是他抱的时候 抱五寸 那么大家就会感激他 就会避免更多的灾情 的准备 那么他是怎样编这个西洋警的呢 他先告诉大家 如果 没有任何措施 那么 美国最后总体的死亡率是 160万到 220万 这个数据都是科学家给的 不是他说的 如果用了现在的措施 那么最坏的 可能是100万到 说错了 10万到24万之间 但是我们已经通过我的实际的计算 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数字 他们心里头想要 想要达到数字 就是不得不达到的数字 是8万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 总统领导下 都救了很多很多人 如果说是 最坏的打算 是24万的话 那救了16万人 如果最坏的打算是16万的话 那救了8万人 我把这个西洋警给大家戳穿 但是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通过这个和大家一起计算 然后得到数字 然后得到未来发展的情况 那么其实是给全体美国人 美国人吃了一个定性丸 就是你已经知道 今后发展是什么样 最坏的情况是怎么样 什么时候结束 你已经大致知道了 所以大家就朝这个方向 努力就是了 比如说准备8万个棺材 很难听这句话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说的话都很难听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话 谢谢大家